传道书第十章 几只死苍蝇能使作香料者的膏油发霉变臭 一点点愚昧比智慧和荣誉的影响更大 智慧人的心向右 愚昧人的心偏左 愚昧人连走路的时候也显出无知 他对每一个人表现出他是个愚昧人 如果掌权者向你发怒 你不要离开远位 因为柔顺能免大过 在日光之下我看见一件汉事 好像是出于官长无意的错误 就是愚昧人得居众多高位 富有的人却处卑微 我见过奴仆骑马 贵族却像奴仆一样在地上步行 挖陷阱的自己掉进去 柴墙圆的有蛇来咬他 采石的被石打伤 披柴的被柴损害 斧头若顿了 还不把斧刃磨快 就必多费力气 智慧的好处在于助人成功 未行法术先被蛇咬 那么法术对行法术的人就毫无用处 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 愚昧人的嘴却吞灭自己 愚昧人的话开头是愚昧 结尾是邪恶狂妄 愚昧人多言多语 人不知道将来会有什么事 谁能告诉他死后会发生什么事呢 愚昧人的劳碌 图使自己困乏 他连怎样进城也不知道 邦国啊 如果你的王是个孩童 而你的大臣又一早吃喝宴乐 你就有祸了 邦国啊 如果你的王是贵胄之子 而你的大臣又按时吃喝 为要得力 不畏醉酒 你就有福了 房顶塌下是因为懒惰 房屋低漏是因为懒得动手 设宴是为欢笑 酒能使人生快活 金钱能解决万事 不要在意念中咒骂君王 也不要在卧房中咒骂财主 因为空中的飞鸟会传声 有翅膀地会述说这事 对�来自从风 attitude 言千万港咒骂财主 便宗